沉沙烦恼断了,超越十发界了, 往生到一阵发界,极乐世界,滑藏世界。 还有没有烦恼呢?有,还有无名烦恼没断。 无名烦恼这是最轻的,最难断的。 所以在一阵发界里头,还有四十亿个位次, 这四十亿个位次从哪里来的呢? 四十亿平无名来的,破一平无名, 你的地位就上升一层,原叫从初诸菩萨, 破一平无名, 二诸菩萨破两平,三诸菩萨破三平, 十诸菩萨破十平, 十诸往上去呢,是心,是回向, 地十回向呢,破了三十平, 再往上去呢,就登地了, 出地菩萨, 到十地菩萨, 十地发云地, 那破四十平无名了, 还有一平, 那一平是, 等就菩萨, 等就菩萨,还有一平真相无名, 这一平无名破经了, 真的究竟圆满的佛苦, 那么换一句话说, 烦恼断静是什么人呢? 佛断静了, 菩萨没有断静啊, 菩萨等就菩萨, 还有一平真相无名为断, 这个礼仪四我们都要清楚, 学佛, 学什么? 断烦恼啊, 云离魔障, 催佛似魔, 所以我们从云离见死, 沉沙无名, 这是有次序的, 有次的的, 一步一步来做, 是烦恼魔, 第三个魔呢, 死魔, 死是魔者, 我们想修行, 道一没有成就, 寿命到了, 这死了之后, 你就没办法静静了, 你再投胎, 纵然说你的善根深厚, 你又得人神, 你再能够继续努力修学, 至少要耽误二十年, 换一句话说, 你的修行功夫中断二十年, 这个是折磨, 那么我们想想, 二十年再得人神, 能不能遇到佛法, 能不能遇到善知识, 能不能真的借助前生, 继续不断努力去做, 难了, 太难太难了, 有些人一耽误, 虽然得人神, 他闻不到佛法, 没有办法静静, 往往一中断, 就中断了好几身, 好几世, 甚至于中断了, 这佛经上讲多少个节, 开经济讲得好啊, 百千万劫难遭遇, 你这一生这个机会失掉了, 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, 百千万劫, 这个是属于死磨, 这三种磨都是属于本身, 都不是属于外面, 外面只有一种贴魔, 贴魔是什么呢, 外面五欲六成的诱惑, 那是属于贴魔啊, 今天的贴魔, 势力非常大了, 诱惑的力量强, 为什么, 没有人禁止, 在古时候, 帝王时代, 帝王有使命, 有责任保护一切众生, 这个身心的安全, 所以, 不利的那些诱惑, 统统禁止, 现在民主自由开放, 财色明实的诱惑, 大量地在这个渲染啊, 小孩从生下来, 一张开眼睛, 看到电视, 就受这个天魔的诱惑, 他怎么能够保护自己的信德, 所以信德完全没有了, 随着外面的诱惑去走啊, 这个样子, 才造成世界大灾难, 才造成世界末日, 才造成佛法里面讲的, 三灾八难啊, 所以我们一定要觉知, 一定要觉悟, 要真正在佛法上, 道业上精进, 要破烦恼, 要催俘四母, 真正有这个能力, 不受外面境界诱惑, 唯一的方法, 天天亲近佛菩萨, 一步都不能够离开, 佛菩萨在哪里, 尖叫啊, 天天多送思维研究, 乐实在自己生活, 乐实在自己工作, 乐实在自己厨师待人觉悟, 这样才叫真经进, 你才有能力断反倒, 有能力远离诱惑, 超越六道轮回, 求生净土, 求生净土, 决定不是容易死心, 往生净土的条件, 信、愿、行, 你做到了哪一条? 真正信佛了, 你心里头不会产生一个悟念, 你还有个悟念, 不信佛了, 真正愿, 愿同佛愿,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, 哪一愿是害人的? 哪一愿是做出来的时候, 是愚人有不利的? 没有啊, 我们的愿, 是不是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? 行, 阿弥陀佛, 四十八愿, 普度众生, 那是行啊, 生与义, 三业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, 正确的榜样, 来教化众生, 这是行啊, 我们哪一段, 这三个字, 哪一个字就到了, 这三个字如果没有,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, 古人讲的, 一天念二十万圣佛号, 喊破喉咙也枉然, 如果心愿行具足了, 你这一生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, 这是跟你讲真话了, 往生西方的条件是心愿行三个字, 具足心愿行,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, 就是阿弥陀佛的母行, 他怎么会不往生, 非常可惜, 这些道理, 四十真相, 方法境界, 没有人跟你讲清楚, 古大德书里都讲得很清楚, 你看不懂啊, 你体会不到啊, 那是你的业障太重了, 你念,